好,我们就继续带您来了解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的后续发展 南方周末出版的一年一度新年献词《中国梦、献证梦》 在送广东省委宣传部审查时 被去年5月刚上任的广东省宣传部长托正亲自动刀删改 不但删除原文中提及的敏感事件,而且还篡改主题 甚至广东全省的媒体都接到宣传部通知 要求所有媒体记者编辑不得在任何公开平台讨论关于南州事件 一项感言的《中国大陆周报》南方周末出版2013年的新年特刊 受到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妥证的直接干涉 元旦新年献词最初版本为《中国梦、献证梦》 至少被修改过5次 最后一搞原题,梦想是我们对应然之事的承诺 其中呼吁宪政、民主科学、平等自由之语被删除 被要求将标题改成 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接受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但因为太长,最终改为 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梦想 这样的行为被指打压新闻自由和编辑自主权 引爆南州编采人员愤怒,拒绝在版面庶名 并发声明要求彻底调查 事件引发内地传媒同行的声援 南州编辑部发表声明 形容事件为严重违反新闻出版流程 并造成严重事实错误的重大出版事故 指特刊原在1月2日签版定样 在一线编辑记者在家休假 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 广东省委宣传部有关人士 只是在头版新增了一段150字的暗语 改变特刊总标题、版面设计 改动新年限辞标题及删改内文 并删除了特刊中 关于反日游行中的理性爱国者的报道 而学术界著名专家、学者 纷纷声援南州的记者编辑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网络媒体人温云超 4号凌晨在推特上说 全省媒体接到宣传部通知 要求逐一通知到所有的媒体记者、编辑 不得在任何公开平台 讨论关于南州事件 目前南方周末编辑人员 抗议事件持续发酵 引起媒体和网民的热议 新台湾亚太电视 整理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